现在的妈祖文化活动越办越热闹 台中市就举办了2013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庆祝古迹乐成宫建庙260年 请到了具有350年历史的文馆三骂参与绕境 吸引很多信徒前来参加 洛伊不觉得人潮即在台中市古迹乐成宫前 全都是为了祈求妈祖保佑 向来香火鼎盛的乐成宫建庙260年来 今年首度举办庙庆 并与台中市文化局合办 2013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系列活动 我们这次洛伊不信号庙 出来和台中和新宫小庭 是我们当初三骂 和这个帝新宫尊重的妈祖 已经有350年以上了 甚至我们台湾也有台湾的国保 庙方以宗教文化两大部分规划五大活动 有创新也有传统 当然重头戏还是 恭喜正统洛尔门圣母庙文馆三妈 上教起驾 绕境祈福 正统洛尔门圣母庙的文馆三妈绕境 有各类镇头和神教同行 还有信徒随驾启程 场面热闹非凡 展现妈祖庙会的文化美丽 台中综合报导